Tinker Key的移動,我們看一下 方向鍵上下左右可以讓它移動 那如果要往上呢,就要配合什麼東西 Ctrl鍵,Z格 按著Shift鍵可以定格移動,移動時格 你這樣看來不太清楚,我們回到Tinker Key來做 我們先練習一下基本操作 好,開始囉 第一個小作品叫建立新設計 點一下 點起來以後呢,等一下 我們來介面它的操作介面開始 先到這裡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它的工作介面 首先它的物件在這裡 這個,往下拉 目前是基本造型,有看到嗎 這裡有這些 接下來我切到第二個叫文字和數字 所以等一下你先熱身一下看一下這個 可以打字喔,可以打中文喔 不過中文字體如果要變化多一點 要別的方式來幫忙 再來製圓 現成一些手勢好玩的圖形 這是它內建的 我們可以來學組喔,那連接器 就可以做這些 可以看一下這個,再來再來 接下來特色 它這個有中文的 有些特色 那這個地方是比較特殊的 可以打完可以繞著我們圓形造型環繞喔 所以這效果 咦,還有第二頁喔 看到嗎 這邊第二頁還有一些其他物件 這邊還有做這個 再來再看一下,全部都出來了 全部這邊還有12345 我們先看到第五頁吧 那有些需要個相日葵 有些它幫你提供內建造型 我們可以把它組合起來喔 可愛的愛心啊,蝴蝶,再來 主件,這是電路板的主件 Circute 那一般如果不是相關科系這個 我們可能比較用不著 這個喔,這是零件 這個是一個成品,這是各部的零件的組合 所以這個叫零件 零件在這裡 如果需要這個直接拉就好 就不用這裡做半天 那再來捲著往下啊 這邊有恐龍,跟恐龍相關的組合啊 如果你需要把它做組合的話 這邊 好,來 那你現在對這個拉下來 你這樣基本操作界面 到這裡骨架 這是你自己的收集 喔,這邊就講完了 我們回到最上面來 我們先拉個簡單的 比如拉過來,我們先讓它移動 放到來 因為它是3D喔 所以我們先操作吧 方向鍵往前 往上啦 往下 往右 往左 它現在沿著平面在走 老師,我想把它升高 那升高就要配合什麼 我們剛剛講快速鍵是誰 Ctrl鍵加方向鍵往上 就升高囉 來看一下吧 Ctrl鍵壓著 就飛到天空來了 往下 Ctrl鍵壓著 那因為是3D的 所以呢,基本操作看一下喔 這裡 從上面看是這樣 從前面看 從右邊 不過這是正方形看起來都一樣 那點這一顆的話 會回到主視圖 主視圖的上下這個角度 按滑鼠右鍵可以旋轉 因為它是3D的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拉一個 比如說我先拉一個恐龍進來好了 這樣看起來比較有Feel 恐龍在這裡 還有下圓鍵你可以拉 不過這恐龍要組合 看起來有點不算了 我們就拉一個 自圓的地方 我拉個手進來好了 拖翼就進來了 好,滾輪往前是放大 往後是縮小 左鍵拖翼它可以移動 按右鍵可以旋轉 滾輪再放大 再放大 按右鍵滾輪 所以等一下老師 第一個拉進來 拉哪一個都可以 現在練習基本上 滾輪往前放大 往後縮小 那左鍵 滑鼠左鍵是移動 右鍵做什麼呢 調整視角 調整視角可以在這裡點 你也可以在這裡點 那接下來下一個練習 我們剛剛放在這裡點它喔 往前 往上 往下 往右 往左 要讓它升高呢 Ctrl鍵壓著 好,來 那Ctrl鍵壓著 仔細看喔 會掉到水平下面下面喔 不可以這樣喔 現在已經在水平面了耶 你看見嗎 喔,那老師 要列印的時候 我們需要它貼地呢 貼地一個快速鍵 你要先背 來,貼地的快速鍵叫做 在哪裡我找一下,滴啦 幫我找一下貼地的快速鍵 這裡有嗎 這一頁的快速鍵 有沒有看到 喔,在這裡 這個很重要 一定要貼到水平 因為到時候做完層面要印出來的 所以它必須貼在地上 我們練印東西沒有辦法懸空喔 沒有辦法叫練印表去從空中練個東西 所以就要從地上 印起 所以呢,這快速鍵 點這裡按鍵盤的D 它就交到水平面了 點這個最快的方法按D 好啦,請各位先試一下